我現在發覺過去五十年或四十多年 我一直做一隻快樂的豬 做一隻快樂的豬是很快樂的 有豬哨你就吃 很美味 有經濟就吃飽就行了 我現在想做回痛苦的蘇格拉底 我想critical thinking 反省自己 九月份是我一個很重要的月份 是因為九月份我去日本 我正式五十歲 所以其實我是很想找一個 正點的地方去面壁思過 你人生不是每一個決定 都是正確決定來的 我做了不同林鄭 做了一個決定 她是不會撤回的 我是覺得自己是事業 生活或者家人 或者自己的方向性 我是想有一個一日三省 你更加應該反省過去五十年 做錯了些甚麼 做對了些甚麼 還有接下來計劃你二十多三十年 你會怎樣走 這個最好的方法 就是去一個正點的地方 香港現在 你知道我一天用四五個小時 來拍直播 還要看Telegram 和連登 其實我作為香港的一份子 我是覺得有這個責任 因為我所有擁有的東西 都是香港給我的 因為我從五十五歲來香港的時候 我袋裡面只有兩元計 我到現在我叫做有自己的事業 有屋有樓 我怎樣回饋版給香港呢 就是這個時候 回想回頭 可能我轉向的時間太遲了 我四十四歲的時候是甚麼都不懂的 你叫我講時事文化 歷史 政治 哲學 因為我是抹大口的一個洞 我只懂得責任 賣遊戲機給人 可以說是一個 除了自己專業以外 很白癡的一個人 因為有些人跟我同齡 他們有些年輕過我的 譬如說有些是大學教授 名嘴 他們的知識層面是豐富過我很多的 所以我是想追回 因為我只剩下這幾年時間 才開始學多點通識 雜學 看多點其他東西 開始開闊我自己的眼界 事業方面 我現在推劃到 可能接下來我會做多些多媒體的發展 我的節目是叫做 我現在找到方向 以前我是沒有甚麼方向的 這裡拍一些 那裡拍一些 我現在找到一個方向 就是拍《深度旅遊》 原來電視台 包括媒介 包括粉絲 觀眾都跟我說 原來在做《深度旅遊》 你是第一個 還有現在都只有你一個人做 大台是每一個人做這些事 其他電視台都沒有人做 隱隱隱隱隱 香港有幾十個人都在做 做《深度旅遊》 只有你何明神一個人做 而這個東西是可以一路玩下去 保證你 60歲我做的《深度旅遊》 你會比現在好看 一百倍 因為我的腦子是更加鎮 因為我現在寫的東西 比起我在《十年詞》寫的第一本書 叫《捉足五千年》 我現在寫的東西是闊了很多 是高度都高了很多 五十歲之前 我現在想回頭 我就是很威權性人格 我現在過了五十歲之後 想回頭 我是否真的需要跪低呢 我是否一定是威權說的東西就是對的呢 我希望可以自己的分析能力 和邏輯思考的能力再加強 不關資料的事 是腦袋的好不好打壓 威權式的思想 是令到人大腦便秘的主要原因 而我不想我自己大腦便秘 我想我大腦是越來越鎮 我將以前的整個思想會否定 我希望我自己的思想 可以去到一個 啟蒙思想所說的 一類比較自由的思想 還有自己有獨立思考 我都自己